农历纯洁之后 正逢是转职的旺季 很多人会选择上求职平台去找工作 不过人力一行最新张贴的广告 最近却遭到脸书以不识广告为由 封锁停权 让业者赶紧出面喊冤 业者表示 行销团队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他们历年活动的素材 要来证明广告的真实性 那么同时也会透过电子邮件 持续的向脸书母公司 来主动提出申诉 希望可以尽快查明这一次的错杀事件 恢复人力一行以往的企业商与